这部片子有点嗨 因为她全程惊悚 时刻甚上线 总之没男友的快跑 有女友的必看 话说这个女人叫艾莉 三年怀了五次孕 但次次都生不出个动静 这件事情很诡异 直到她丈夫又生气 艾莉撞上墙壁 后脑勺都有血迹 这才引出了后续 当晚丈夫睡沙发 万一客厅却发来动静 电视正在乱调皮 正中间还有个人影 不然房间陷入黑暗 丈夫慌忙啊 灯亮黑影却不在 可沙发上的海绵正在播放证据 丈夫急身往饭亭靠近 正松一口气 但她背后早有黑影站立 巨大的动静将艾莉挺起 她挺着肚子下地 回头满脸挺起 她丈夫躺在地 显然已断气 脖子都扭到变形 更可怕的是 背后冒出黑影 四脚折地 艾莉转身响彻 但念头刚起 飞影就回忽靠近 艾莉光芒向楼上讨散 身后步步顶离 艾莉一把关上房门 门外却是一股一股的大力 最终她被一把撞飞 重重倒地 再次醒来 已在医院 丈夫躺在太平间 儿子又被摔掉 艾莉陷入风口 还好有妹妹爱妈的陪伴 两周后 艾莉出院 生活还是要继续 但一切已经改变 窗外的路灯 不明不晚 似乎有个黑影正在搜索 恐怖的回忆犹如潮水 艾莉拉上窗帘 冲到一楼反锁大门 猫眼一看 还好 她迅速检查完客厅 然后跑向侧门 但门已经被打开 似乎是封 可等她锁好门 再回头 房门却又开启 艾莉黄 她不管不顾 一路逃窗 爬上楼梯 直到躲进自己旁边 一夜似乎有惊无险 但在一处博物馆 解说员正要下班 熄灭的过道里传来动静 她想上天查看 又不敢 准备走声音又起 如此再三 她慌了 冲向开关 接通电源 灯光亮起 通屋一屋 她大狗喘着粗气 惊魂未定 但楼顶传来动静 是一个黑影